好了,回來了,我看看時間 現在一定要講主題 本來沒想到講那麼多語系的 其實我也不認識的,老實說 有一點點知識,但是 你說我真的不太熟,當然不熟 要講一件事,就是熟一點點 就是講能源問題 封面那裡講 那些 立法會議員 他出了一個 議案 這個就是選委屆李浩然提出 之後就經過黃錦輝,陳克勤,李鎮強 他們修正的全面 推動香港輕能源產業發展 侮辱速力議案 就叫政府對輕能源的制備儲存 利用這些環節展開系統性研究 制定輕能源產業規劃發展 構建全球認可的輕能源認證評級 並且積極推動輕能源 納入香港碳排放交易市場 促進碳交易和碳金融的發展 其實議員做這些事有沒有用呢 我覺得很奇怪 他們為什麼會拿出來 講這個輕能源 其實香港這個地方是很小的 你要記得,香港這個地方是小到不得了 地圖上就是一點的 這個地方是 現在在說搞大規模輕能源產業的地方 你起碼都要像澳洲昆斯蘭那樣大的地方 你才可以想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要搞綠色輕能的話 其實現在的思路就是這樣的 就是用太陽能 然後就用太陽能 發了電之後 再電解水 再得到輕這件事 其實中國搞輕能行不行? 中國搞輕能不是不行 但是這件事要時間 你可以研究 輕的用途 還有之後你要有什麼配套 這些全部都可以做 國內現在有做輕能的研究 但是呢 如果你要做到一些輕能出來 是比較環保的 那你就要擴大核電的規模 如果在中國的話 因為其他已經沒有辦法再擴大 譬如你說風力那些可以嗎? 風力是可以的 風力、水力那些可以 你就可以擴大那個產能是可以的 不是不行 但是中國的問題就是 中國已經沒什麼地了 其實已經是 如果你說要搞輕能 可以在海上做 但是 現在香港這個地方 其實是很小的 海的面積也不是很大 你可以說 就是把太陽能板 放在海上 其實根本不夠位 現在香港的問題 他們當然有建議 說這個北部都匯區 可以搞 就是這個自由黨選委界 議員李振強 他去修正案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利用北部都匯區 去洛馬州河套區 新發展區做跳板 引入優質的輕能原產業 其實 這個就是 他沒有留意香港發生什麼事 其實 煤氣公司 他們現在 就是 你們在香港有用煤氣的人 其實你怎麼穿那些煤氣呢? 他裡面已經有一部分是氫氣 我不是開玩笑的 他有一部分是氫氣 其他地方是怎麼樣呢? 就是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 他們就將 那個氫的含量 就越提越高 其他地方有用天然氣的嘛 他們現在的操作就是 就是把 含碳的東西 就減少 他把氫的含量 就提高 當然 他是要讓現在用天然氣的 爐頭也好 熱水氣也好 可以正常運作 煤氣公司是有做這件事的 所以你說 一說開氫氣 其實有些事情我就覺得很奇怪 還有就是 這個議員我就說很有趣 他就說 要用北部都會區來搞氫能源示範基地 其實 沒有這麼多地方 你要搞 就是氫能的話 其實你要有這麼多地方 因為 現在 香港其實不夠地用 你搞北部都會區是為了什麼? 搞北部都會區就是 就是減低了市區的密度 把某些人 某些產業就搬去 北部都會區 所以你一說 這些氫能 這些綠能的東西 實際上 如果你一想 就說要在北部都會區搞 其實 很老實說 就沒有用 我不想這樣說 這個真的 真的沒有用 現在媒體有報導 就是科技大學 研發了一種世界上最耐用 還有最有成本效益的 氫燃料電池 這個氫燃料電池是 香港科技大學能源研究院的院長 化學與生物工程是教授 邵敏華他的研究成果 其實 邵敏華他也說 北部都會區 都可以做綠色示範區 但是解決力 很有限的 因為規模太小 產出來的電力根本 微乎其微 如果 就是這樣做 只能夠給周邊用 有些議員提出 不是啊 有湖泊 有水庫 湖泊水庫 可以用來 在上面鋪太陽能 但是 邵敏華這個專家馬上說 這樣會對 警官和湖裡面的生物 都會產生影響 這樣會導致生態被破壞 所以 那些議員提出這些 就是 議案出來 他們沒有找過專家去 看一下 沒有驗證一下 可以說是完全不想的 可以說是 所以我就說 現在香港 他們那些議員 就是說 就是 綠能 做 就是綠能 真的 因為他們的議員 每個個都是這樣 已經很明顯看到 我也要多謝方亮你的支持 那 那 那 Ben C 就說大聲 做就 空口說 那 强盛說 香港煤氣成分 甲丸 佔多數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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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事情我按錯了 Tim Coyce 沒有關係 我按錯了 有些事情我按錯了 但是 如果你說 煤氣成分 甲丸 是佔多數 但是他們想著 提升氫氣的含量 其實是 Bentoni 說 今天不是用新的事情做 還不行 新的系統還未能搞定 如果能搞定的話 我就 如果能搞定的話 我就會馬上改 但是 現在還是未能搞定 所以現在沒辦法 所以現在是沒有計算 這真的是 很難搞 那 也多謝 Lion King 88 你的感謝 看到一些議員 其實 說真的 他們找一些議案出來 好像交功課一樣 其實香港這個地方 它 是不是可以用多些輕能 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 我認為 香港應該都是要 去其他地方買 這個氫氣的了 要麼你就在內地買 要麼你就在外國買 那麼 在內地買可以不可以呢 我就要講 內地搞氫氣 他都很難 完全大規模去做 為什麼呢 內地的水資源 其實是很缺乏的 如果內地要大規模用氫氣 他一定要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怎麼可以在海水裡抽氫氣 但是這個技術是還未成熟的 為什麼還未成熟呢 就是 現在在實驗室就可以做到 就是 在海水裡電解 就不用再加鹼 又不用再酸化 那個溶液 它都可以 抽到氫氣出來 但是呢 因為 海水裡有其他東西 那麼 它那個電極呢 它就會黏了其他東西下去 那麼 它會有損耗 結果變了 那麼 那麼 現在是沒有辦法呢 大規模地用海水 去生產氫氣 這個是現實問題來的 國內的水資源是很不夠的 就是如果以人頭計算的話 中國大陸的水資源是嚴重不足的 所以 其實 他們的國策 就是為什麼喜歡搖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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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 他們就覺得中國和俄羅斯到最後都會因為水資源是打仗的 這個有沒有可能 我就告訴你 真的很有可能 因為俄羅斯的水資源其實是很豐富的 你說你危言爽聽 我就告訴你 有些事情其實 講句真話 有些人說 因為什麼會打第三次世界大戰 說到底一定是為了水資源 就是我認為 水資源是 這個地球真的很缺 你說我不是可以海水化碳 但是 問題就是海水化碳 現在用現有的技術 它其實都是會排放一些很高濃度的 裡面有很多礦物在裡面的溶液出來 就是那些溶液排出來 其實對這個環境的破壞力也是很大的 也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說風力發電 那麼可以用來生產氫能 是可以的 但是問題不是在電力那裡 而是在你怎樣用海水去生產氫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到現在技術上是未解決的 技術上是未解決的 因為我早前才聽過一個討論 它就是講 就是怎樣用這個 海水去生產氫氣 因為你想想 其實最有效的 當然是到處都是海水 海水又不能喝 當然是在海裡抽些水 但是 現在在實驗室做到 就是可以 在海水那裡 整氫氣出來 但是沒有成本效益 就是成本效益是很差的 在很差的成本效益的情況下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 就是 用這個方法去做呢 其實有些事情是 老實實的 真的還沒解決 真的還沒解決 那 周少說風力發電效能低 其實 現在最慘的是 所有綠色能源 效能都是很低的 還有要佔的地 其實也很多 就是 為何澳洲自己有策略 譬如坤士蘭州 這個州有策略 他就是搞綠色氫能的 就是他們那個州政府 已經投了很多錢去搞綠色氫能 他們那個計劃就是怎樣呢? 他們就是 認為 如果之後 大家都是用氫氣的 那你的氫氣 都會好像 天然氣一樣 要買的了 會有一個市場去買那些天然氣的 不過不是天然氣 就叫氫氣 那麼 之後就會有一些船 去運氫氣 他估計就是這樣 就是要說 估計 那個 就是氫的工業 會是怎樣呢? 就是環繞氫去建立的工業 能源工業 能源產業會是怎樣呢? 就是 用一些環保的能源 去 電解水 水 電解水之後 就有氫氣和氧氣 氧氣又買到另外一些地方 氫氣又買到其他地方 其實就是 那麼 河府就說 海水這麼多不同物質是超難的 這個是要突破的技術來的 這個是一定要嘗試去做 你不做是不行的 因為如果你要用淡水去做電解 其實你就把一個問題變成另一個問題 你能夠解決眼前的問題 但是就製造另一個問題 因為 現在這個地球 雖然有很多水 但是淡水資源 是不夠人用的 淡水資源 是很缺的 這件事是 那 Priscilla S 就說那些議員超級廢 浪費 那些錢 他們現在這班人要做什麼呢? 他就要告訴別人 這個北部都會區 什麼都做得到 但是我當然要揭穿它 就是北部都會區 其實說的是什麼地方 如果只是建了一個樓 你根本 你只是在樓頂上建幾個太陽能板 你可以做什麼 其實什麼都做不到的 這些是浪費 公帑和浪費他們討論的時間 某程度上我認為這些議案是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根本是做不到的 有很多事情 你說要搞輕能是不是? 那是要搞的 但是香港的做法 你不可以在香港生產輕的了 這些根本你想也不用想 因為現實就是 香港現在發電 七成半都是用石化燃料的 所以在香港搞電動車 除了讓空氣污染減少之外 其實是沒有好處的 即是在市區的空氣污染減少之外 它是沒有好處 即是現實就是這樣 因為絕大部分的電 都是來自燒天然氣 或者燒煤的 即是在香港的現實就是 你如果是在這樣的環境 你再去做些氫出來 那個效益是超級低的 即是你說得出這些東西 你就要說 即是我們也要改發電的做法 那發電要改的話 香港呢 你就沒有辦法做什麼 朝職那些 那些搞來搞去都搞不出樣子 那些現實就是 你只能夠搞一件事 就叫核能 那些立法會議員 有沒有在議會那裡說 香港要建一個新的核電站 你敢不敢這樣說 你們這些人 即是 現實就是 他們佔了便宜又賣瓜 現在香港有一班從政的人 我們只要對接大灣區而已 其實大灣區 之前大家都看到一件事 大灣區也是缺電的 你不要以為大灣區不會缺電 大灣區也是會缺電的 大灣區也是會缺水資源的 所以 有些事情 我也要講一句實話 你香港做 你不如想一下就像新加坡一樣 新加坡是收了很多原油 然後做煉油廠的 那香港可不可以成為一個 氫氣船的集散地 就是氫氣混在香港 接著在香港再做其他事情 你要考慮這些才行 其實就是 說真的 那些議員我認為很廢 我看到這些報道 我又覺得 根本就不可能提出來 說在北部都匯區搞 輕能 你說輕能原產業 你說怎麼引入 你要引入一些優質的輕能原產業 你也要 你有 有因讓人進來才行 香港有什麼有因讓人進來 老實說有什麼有因 稅務優惠 香港 說真的 比起內地來說 根本優勢都沒有 內地還有一件事可以做 這些企業 可以騙一下補貼 國家做輕能研究有補貼 你香港 都沒有騙補貼 那你香港把鬼 對不對 有些事情 你用一下腦袋 可以不可以 其實有些議員 那 好了 如果你說 邵敏華 他說 小規模輕能原產業 就是把廢膠 污水 轉為 輕器 那這些全部都是 垃圾處理的 副產品來的 那 中華煤氣的煤氣裡 有一半是輕器 但是如果你把輕器 抽出來再提順 去應用 那這些都是 灰輕來的 嚴格來說 其實是不夠綠色的 那 邵敏華就說 如果香港要發展 規模化生產的輕能魚產業 需要和 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合作 但是 大灣區裡面 其實 很多東西都是不夠用的 現實就是 那 那邵敏華說什麼呢 他有說 就是在輕能魚產展上 香港就要自己掌握所有權 不應該靠進口能源 但是香港就很難 其實就是 那他就說可以 在南海那裡搞合作方案 因為海上的風電場 就可以製造輕器所需的電力 那 他就說 可以在南海的風電場 就直接把 這個海水電解做輕器 之後就再運回去香港 那 現在技術上 但是還沒有解決 但是還沒有解決 用海水 製造輕器 到現在還沒有解決 還有就是 他剩下的廢物 那些廢物 是高污染的 為什麼說是高污染呢 就是 為什麼會有廢料呢 就是 他的溶液不是電解 就沒有了 他電解到某一個水平 他就要更換溶液 這個是根據我聽說的 可能邵敏華 這個教授當然是厲害 他做這個 Full Cell 當然是可以的 但是在產輕器 他其實也未必知道 這個現實是 其實有很大的問題 你說 那不是 廣東輕能產業有這麼多 他生產成本高 從來都是 在人多 地小的地方 你搞輕能 其實是搞不到的 這個是現實來的 這個是最難搞的 你在沙漠那裡 就算有很多電也好 你那裡也沒有水 因為其實你要做輕能 其實現在是要有幾個先決條件 你要大量的淡水 還有就是 大量的太陽 陽光 那你就可以用太陽能 再加一些風力發電 你就會再抽點水來電解 接著產出來的氫 就是比較綠色的 那你說 那 是不是 中國不能搞 不是不能搞 而你要搞 你就沒有辦法 用香港的角度去搞這件事 你只能夠 就是 看一看不同的地方 哪裡有得搞 接著 就整合 大家的事情 一起去做 但是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運輸成本 那裡是很大的問題 這個是 還有 當然很多人都說過 比較容易爆 其實就是 你看 那 滴丁就說 香港靠入口成品極小製造業 其實 很多人都想在香港搞工業 但是搞不到 香港人不肯做這些工作 我也說 他們不肯搞 不肯做 所以 你說 用這些方法去做 可以不可以 或者搞輕能 可以不可以 我認為 就是 香港現在的優勢 就是 看看 跟外國的地方 如何一起對接 就是 不要只想著大灣區 其實只想著大灣區 都是做不到的 其實就是 不過 這是我的看法 還有 現在最關鍵的技術 要公關的 就是 就是 在海水那裡 如何有成本效益 弄一些氫氣出來 這件事情 都還沒解決 其實到現在都還沒解決 因為現在他們的做法 有些方法就是 加一些酸 加一些鹼 然後他們就弄一些氫氣出來 但是之後 又是變成了一堆 污染的廢水 所以 很複雜的 我認為整件事情是 國內當然會 搞輕能 因為國內 是不斷地搞的 但是 配套 其實 如果你要搞輕能的話 你一定要 用其他方式去做 我看到有些媒體很好笑 就是 他拿倫敦的輕能巴士 每天駕駛18小時 都不用加氣的 輕能這件事情 如果你完全沒有風險的話 你就可以隨便用 我告訴大家 但是如果一個地方 有國家安全風險 會有恐怖分子的話 這些輕能的東西 你要用就要很小心 因為在倫敦搞奧運的時候 他們當時有五架輕能巴士 他們要記住 倫敦總共有八千多架巴士 當時 即是有五架輕能巴士 他在倫敦搞奧運的時候 他是不敢讓那五架巴士 在倫敦那裡走的 因為他們也是怕 有恐怖分子 會找他的輕能巴士去炸 你不要開玩笑 真的有這個風險 他們評估過 當然當時的媒體就說 很嚴重啦 輕能巴士都沒有了 那就沒有巴士用了 但是 你按一個比例去計算 英國八千多架巴士 當時 倫敦奧運的時候 只有五架是輕能的 就是這樣 如果你說輕能 要有產業規劃 這個當然是 這個是當然 絕對要的 這個產業規劃是要做的 但是 不是好像議員在想 把他又勾進一個 發展計劃那裡 我要令到這個 新界北的都會區更加吸引 我要加一些東西下去 你這樣是做不到這件事的 因為在那些地方 你搞這些輕能 根本就沒有一點優勢 其實是沒有優勢的 還有 還有一件事 更加核心一點的問題 就是 你也要有辦法 發出一些電 如果你搞輕能的話 你要發出一些電 如果在全香港 裝了太陽能板 有沒有用呢 我就告訴你 其實 因為 香港的城市密度很高 你 裝了太陽能板 實際上 就是 出來的電也是很少的 因為香港本身的地 是不是完全沒有用 我就告訴你 不是完全沒有用 有效果 比如說 我要把它變成輕能 就是 根本沒有必要 為什麼我說根本沒有必要 你裝了太陽能板 其實有些事很簡單 現在你根本都不需要把它變輕能 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你在香港這個地方 說真的 你搞輕能也沒有什麼意思 為什麼呢 你裝了太陽能板 也好 那些 風車也好 它產出來的電 根本就只可以讓你 燒少一些 就是 這個 石油或者 燒少一些 天然氣而已 那你直接 當是電用就可以了 根本就不需要想 要搞輕 那些 那些 因為 整件事 現在你看到 你現在的 Energy mix 香港的Energy mix 根本 還有太多的能源 都是根本就是 不可再生能源 或者是石化能源 那裡來的 你第一步就是 要把那些 生產出來的 綠色能源 替代了 那些 沒有那麼環保的能源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不過當然現在有些人在亂搞 那周蕭就說 周蕭也是有做的 周蕭就說 他只可以賣太陽能去遊艇 現實就是 你就算有獨立屋 你裝了太陽能板 你香港 你產出來的電 根本只是夠那間屋用的 因為香港太熱了 你又會開一下冷氣 那些東西 有些事情 其實我真的很認真地說 就是 做了 都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有些事情 現實就是 河虎就說 青衣石油氣庫 那些人都鬼殺那麼吵 搞輕能 一定吵到爆炸 其實 有很多事情 如果你要搞 第一件事就是 準備一些選民 可能要做些什麼 可能要建一個核電站 在香港 那樣 你的議員敢不敢 告訴別人 你在香港要建一個核電站 每個人都不敢說 那就在大陸建 那些電站在大陸買 就是 那些電站在大陸買 那個模式 就是 很可愛 現在 你自己減不到輕能 不要緊 那些氫氣幫大陸買 但是 國內自己 也是有挑戰的 就算在大灣區 也是有挑戰的 還有技術上的問題 又是直接用海水去抽這個氫氣 又是有問題的 哈哈哈哈 所以就是這樣 Emmel Roger說 之前說 裝太陽能版賣電 你能賣到多少 你自己有一個建築 即是你要裝太陽能的話 你自己也有一個建築 你自己會不會用電 你自己想想 有什麼地方可以 太陽能多到可以賣給電網呢 其實就是在坤士蘭 為什麼可以做得到呢 就是那些人早上回工 家裡沒有人的 這是疫情之前 還要記住 那些人 早上回工 好了 回工 家裡不用用電 那他就有多餘的電 放在電網那裡 但是 其他地方不是這樣的 而且現在 一開始有在家工作 就是我們的朋友 他家裡明明是有太陽能板 一在家工作 自己的電就自己用了 本來電費是加很少的 或者有些人不需要加的 那他沒有辦法 因為他一在家工作 那些太陽能板產出來的電 自己用了 那就是 即是你根本沒有意義的 這個現實是 Chester Chong說 廠房裝板也是騙補貼的 其實就是這樣說 以前 我也做過一個項目 跟英國石油公司有關的 英國石油公司很喜歡做一件事 他就在他們的油站上面 因為以前英國石油公司 他們自己也有太陽能板廠的 他們就把太陽能板 裝在自己的油站上面 告訴別人自己也很環保 因為英國石油公司 他的標誌也有太陽能板 他就說到自己也很... 說到這裡也差不多了 現在網絡好像有些問題 我也說過不好意思 不過不要緊 現在看到的情況 希望大家多多... 好了 現在應該... 應該聽得到 就是... Benz就說 一說英國石油公司 就沒有聲音 那... 應該沒事了 現在應該沒事了 應該... 應該可能被人抽清了 當然可以 就是... 那... 我... 那時候就... 做過一個跟英國石油公司有關的項目 那麼他們英國石油公司 就很喜歡 裝一些太陽能板 在油站的頂上 很喜歡 裝一些太陽能板 那麼我之前... 應該說了這些 你們聽得到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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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 你們說英國石油公司沒有聲音 究竟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斷人才路 因為... 斷人才路 所以沒有聲音 現在還是斷一下斷一下 還是... 我也說過 真的沒辦法 有時候真的沒辦法 是... 那... 又卡住 Happy Wonder 就說... 應該沒事了吧 那... 那... 被石油公司... 那... 那... 好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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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問過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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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那... 那... 他們... 那... 那... 太陽能板...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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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太陽能板的企業 當時其實是BP有份 有些網友說聲音斷斷續續 我就告訴大家這個直播系統是越來越壞 是不是單純是網絡有事 我就告訴大家不是 這個直播系統都是吃糞的 HKHK就說沒有聲音 現在應該也有聲音了 如果你拉回去後一點就會有聲音了 應該有的了 強盛說沙達拉八個太陽能發電廠 整個九龍半島這麼大 其實就算是整個九龍半島這麼大 都是很小的 我告訴大家一句實話 如果你看到坤士蘭他們規劃了那些 搞太陽能的東西 和搞氫能的東西 那個規模是幾個香港的 好了 先說一下BP 現在大家聽到就說一下BP 其實那個Project Manager跟我說 就算他們的天花板都安裝了 就是那個屋頂 嚴格來說是 不是天花板 屋頂都安裝了太陽能板 在二十多年前的技術 他們只能夠 收到回來的電 只能夠一個油泵 是用幾個小時的 是不夠一天的 現實就是 現實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 裝太陽能板有什麼用 如果你 下面真的正在營業 就是那個油站下面 是在營業 它又要 有燈 又有 焗著一些 批 香腸 就是那些小食 它有一個熱的爐 焗著 你根本 靠太陽能去發電 去供應電力 給下面的油站 其實根本都不夠 其實是 現實是 所以 整件事 我都要說 有些事情是很浪費的 是很愚蠢 現在香港 我認為 他們的議員 都是 九流流的 他們根本 講的就是六能 實際是做不做到 在香港根本 你想想都知道 其實很難搞的 還要說 在北部都會區搞的 北部都會區本身 先天比明日大嶼更差 如果你跟我說 在明日大嶼搞 我也覺得 合理一點點 但是 他們不是說 北部都會區搞的 那麼 北部都會區的 氫氣是哪裏來的 不是 球館輸去 北部都會區 現在沒有這個技術的 是沒有球館 全氫這個技術的 全天然氣就有 你可不可以提高 煤氣氫的比例 你可以這樣做 你可以這樣做的 但是 問題就是 你能不能夠 有成本效益 這樣做 以及你要搞北部都會區 你留意一下 他們那班議員 他們說很多話 都是說北部都會區 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你強行中間還要轉為氫 這個根本就是荒謬到極點的 本身的電 根本說真的 如果香港大部分發電 是用石化燃料的 你搞綠色能源 第一件事 能夠真的搞得到的話 就是把部分 就是 用這個 我們叫做石化能源 它去發的電 你改了 用再生能源去做 那你香港 有沒有辦法做得到 大規模 其實根本沒有 因為香港嚴格來說 有沒有那些 河可以給你蓋水 還是發電 根本沒有 所以 我看到一些議員說的 有些都是很荒謬 是荒謬到極點 Emma Long就說 CBD4就是做氫氣廠 這個也是浪費氣的 我認為 現在他們 因為都想不到 一個方法 去告訴別人 這個CBD4 真的需要 因為現實就是 你CBD2 結果就拿來建建 簡約公屋 簡約公屋 不是簡約公屋 簡約公屋 已經批了錢 CBD2建建簡約公屋 大家想想一下 所以他們是 得到港字 現在說得到港字 Rosselman就是 北部都換區 攪長沙就可以 攪長沙也未必可以 如果要攪長沙 就要有污水處理廠 處理污水 所以很不妥的 其實有些事情 很老實說 我看到 沒有了信心 有些議員給不到信心 絕對給不到信心 我自己 就是這樣 如果你說 CBD2 都拿來做簡約公屋 其實有沒有需要再搞 CBD3和CBD4呢? 即是你CBD3 都有機會需要搞 但CBD4 其實真的沒有必要搞 你不是說我們同步搞的 是同步搞的 沒錯,同步搞 但是 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再 去買大量新鎖的地 去再搞CBD呢? 沒有這樣的 business case 是沒有 business case 你看到沒有 business case 算了,講到這裡就算了 明天早上網第一線再和大家見面 不好意思,中間網絡有些問題 非常抱歉 直播系統會搞好 直播系統會搞好 因為 這個問題我是不想再見到 但是沒有辦法 經常會有這個問題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先走了,拜拜 多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